再來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 效力紅襪的旅美好手張育成 他日前因為在比賽的時候受傷退場 而現在他的左手掌勾撞骨骨折 必須要開刀 那目前預計停賽六週 張育成他也在IG上貼出了他的傷勢照 用26個字吐露心聲 張育成接受當地媒體訪問時表示 我對於每天都能守遊擊很感激 感激球隊給我機會能夠每天上場 去證明自己 但現在不幸的事情發生了 張育成昨天深夜在IG線動貼出傷勢照 表示運動人最不希望的事情 今天我遇到了 禮拜四將進行勾股移除 張育成受傷消息曝光之後 經典賽中華隊戰友都很關心他的傷勢 也祝福他早日康復 陳潔憲表示 但是辛苦了在重要時刻受傷 希望你能夠好好養傷 全台灣的人民都會為你加油 張育成傳出受傷的消息之後 而經典賽中華隊戰友包括像是 陳潔憲 吉地騎的 等人都跨海來送暖 特定人員 討論是 暖子 比格 justement 喜不incoln 新疆 禮拜 降育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持续要带大家来关心 连华火警的最新消息 游民被救出来的男子 一度昏迷指数只有3 现在一步步的稳健恢复 目前他的生命迹象也有比较稳定 院长指出他整个呼吸道都积满了叹力 病人的坚强意志也令他感到相当的惊奇 但是因为整个肺部呛伤相当的严重 那我们刚刚用内视镜检查 也发现他整个喉部也受到很严重的一个灼伤 那也看到他整个肺部都积满了叹力 所以我们会再做进一步一些侵入性的处理 来让严先生能够早日渡过难关 那目前除了积极的治疗以外 我们也期待在两三天以内 能够顺利的拔除他的气管内管 好转换焦点来看到网红部落客 林道英娜的妈妈去年惊喜宣布怀上第七胎 而日前他挺着运渡来登山 获赞是最强的孕妇的同时 没想到却遭山友来爆料 指他过去就曾经怀孕爬山出意外 连累援救的山友受伤 山友在脸书社团爆料 趁前年10月底网红妈妈怀流胎的时候 就存在登山半土骨折 当时由于紧急救护技术员上山需要几个小时 而他不断喊冷喊痛 山友希望尽快将人送下山 作用杯架做了简易的担架 那段路很窄而且非常滑 由于是孕妇且快升了 自己有几度差点滑倒用撑的硬拉回来 而山友表示再加上事前过度复刻 导致自己的卡禁术症候群拉伤搜养半年以上 花了不少时间治疗仍无法改善 最终还是到治疗所采资费 又花了不少钱才上浴 没想到已经有过如此经验 现在网红妈妈再度带着宝宝冒险上山 让山友不满 先不评论孕妇登山是否正确或安全性的行为 但我希望您能再次损失一下您的风险管理 好现在就是有一个非常热议的东西 就是位在台北市中山区的一家酒吧 近日要举办活动 而他的文宣上面除了DJ是相当知名的嘛 那他在文宣上面就直接主打说是酒店妹之夜 而这个活动预计就在29号 也就是明天就即将登场了 他上面还强调说 只要是林森北市域的酒店妹 当晚一路就是他一路那个入场就免费嘛 那我们在讨论当时我们刚刚开门的时候 讨论说他怎么知道他是酒店妹的身份 这个真的是蛮奇怪的 大家会觉得说应该有什么样的方式认证说 他就是酒店妹 然后我就可以让他免费入场 对那当时大家就说 那如果他说酒店妹当天全部都到那家酒吧之后 那在林森北路上面不是都没有酒店妹了吧 也是有可能的 对然后大家就有人就说老司机就说 哈当天没有酒店妹上班 那甚至可能会吸引许多公关 酒店公关到场来看哦 这是蛮有可能的事情 对然后他们就说其实这家酒吧 其实都位于台北市中山区民胜东路的一段大楼内 而他平时一夜的时间其实就是晚上到凌晨的时间啦 那主要是提供也就是喝酒啊聊天啊 那他这个主打的酒店妹之夜 明天将会怎么样 那也让许多民众就是非常的期待 对那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一下 你觉得要怎么样辨别他是酒店妹 你觉得才是正确的好不好 告诉我们一下下 好接着呢要带大家来关心到是 这几天起讨论度也非常高的 台中有一名八大妹因为灾物纠纷 遭到了泼热汤的事件 那这名八大妹呢 他现在脸部跟颈部都受到严重的烧烫伤 那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艺人草爷非常好心的决定要出手帮忙 他昨天出席电影首映会的时候 也有回应目前的治疗进度 草爷透露和八大妹持续有透过通讯软体联络 他的伤势正在复原当中 至于大概要什么时候能动直皮手术 草爷说应该也要两个月或三个月后 到时看看状况 至少要等烫伤好的差不多的时候 草爷先前也有表示 他有看过伤势照片 他看的时候是整个水泡 医生说可能要直皮 他也透过朋友跟这名八大妹说 请他不要担心 等他伤好到差不多的时候 他这边的医美诊所 会协助他做除伤疤的一个动作 看到这些照片 那草爷和他的医美中心执行长讨论 不可能会百分之百好 但他们会尽全力的来帮他 接下来看到另外一则娱乐的焦点 就是艺人邱其文和王乐言 在台剧中饰演闺蜜好亲家 如今却爆出两人在后台起冲突 而对此邱其文也首度发声回应了这件事情 最近周刊报道 日前拍戏时 疑似因为装法时间过于冗长 脱涉了拍演的时间 而让一旁等待的王乐言 冷言来言语几句 被邱其文听到 瞬间情绪失控 大骂 谁说我迟到 我惹你 王乐言很久了 不要以为你有靠山 了不起啊 后来郑重音进棚来书画 上前关心邱其文的心情 邱其文直言 有个死破擦高小团体排挤我 而王乐言再爬回 我没有哦 随后起了肢体冲突 两人还被劝架 而王乐言本人没有回应 制作人劝架缓夹 表示只是误会 说开了 现在表面上没事了 而邱其文则在脸书发文写下 我的处事原则一直都是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你不打我头 我不踩你尾 谢谢报道 也谢谢大家的关心 请不吝点赞